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杨县有个园外名叫王山 王山虽只是杨县的一个园外而已 但因祖上世代为商,倒也积攒下了不少的财富 所以王家可以说是家财万贯 王山43岁财生的儿子,给儿子取名王叔 寓意儿子以后好好读书,光大王家门美 但王叔自小就不爱学习,连续换了好几个先生 都没一人能教得了王叔 都是没几天就被王叔给气走了 而每位先生离开之时,都会对王叔说这么一句话 朽木不可凋野 到后面王山也看开了 不学就不学吧 无非也就是木不实丁而已 且王家有的财富就算王叔再怎么不思老纵 也能够王叔一辈子衣食无忧 长大后的王叔越来越纹固 吃喝玩乐样样接会,没有一点思考以后的想法 转眼间王叔就25岁了 王山给王叔说了很多门亲事 但王叔都不愿意,仿佛对女生不感兴趣一般 这天王叔和几个朋友到聚咸楼喝酒 无意间见窗外有一女子经过 女子行落大方,样貌精致 顿时就给王叔看吃了 王叔经过多方答听 才知道女子是县里林铁匠的女儿林秀莲 回家后,王叔便和父亲说自己要成亲 让父亲去给他提亲 他要娶林铁匠的女儿 王山见儿子主动说要成亲 心里虽震惊不已,但也很是高兴 第二天被好提亲之务后,就往林铁匠家走去 林铁匠得知王山的来意后 便不好意思地说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往远外 小女性格要强,我也做不了她的主 且我们家秀莲也配不上王公子 还是请王远外另寻他家吧 其实林铁匠就是不愿意把女儿嫁给王叔 因为王叔的臭名在阳县 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 王山见林铁匠这样说 刚想说点什么 王叔便站出来说道 林铁匠,你既然说你做不了你女儿的主 那你就让她出来和我说 我告诉你,她嫁给我 那是她的福气 嫁进我们家后享受荣华富贵不好吗 王叔话音刚落 只见林铁匠走了出来 对王山行了一礼后说道 享受荣华富贵吗 我不需要 我林秀莲不会嫁给你的 你回去吧 那你想要什么才肯嫁给我 或是我要怎么样 你才愿意嫁给我 王叔急忙说道 林秀莲思索了一下 看到父亲手里抓着客人刚刚来付的十文钱 林秀莲便对王叔说道 你若想要娶我 倒也不是不可以 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以十文钱作为本钱 只要半个月的时间里 你能赚够一百两银子 那我便嫁给你 好,一言为定 王叔气急败坏地立马说道 回去的路上 王山一脸无奈地说道 好了 你知道十文钱和一百两银子 相差有多大吗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你还是换家姑娘吧 可王叔此时正在跟林秀莲赌气呢 怎么能听得进父亲的建议 于是便说道 不就是一百两吗 你儿子我可是个天才 这区区的一百两银子而已 你就不用担心了 没问题的 第二天王叔睡醒刚要出门 便见林秀莲正在自家不远处 王叔上前笑道 林姑娘 你这是在等我吗 你要是现在就愿意嫁给我 我就让我父亲再去提亲一次 你想多了 我在等我爹爹而已 还有 我知道你打敌什么主意 我告诉你 我要清楚地知道 你所挣的每一笔钱 且所有银子都是正常来的 不然我也不会嫁给你 林秀莲一脸沉怒道 林秀莲的这句话 彻底打乱了王叔之前的所有幻想 本来王叔还想到时候自己找父亲拿一百两 然后就说是自己挣的 可现在林秀莲都这么说了 显然不能这么做了 且林秀莲刚刚那模样 仿佛是在看不起他 认为他会挣不到钱一般 想到这 王叔便气冲冲地转身回家 把身上所有的钱全掏了出来 然后找父亲拿了十文钱后就走了 王叔来到街上 看了看那些小摊贩卖的东西 转了一圈 王叔才发现 十文钱根本就做不了什么 就连一个果子都要三文钱一个 王叔转了好一会后 便走到一个卖果子的小贩面前说道 你这果子卖给我怎么样 两文钱一个 我直接和你买五个 小贩见今天所卖的果子 也不剩多少了 便同意了王叔说的 王叔把果子拿到另一条街 摆放好后便开始吆喝道 新鲜的果子哦 刚摘下来的 女的吃了貌似天仙 男的吃了油猛如鲜嘞 快来啊 好吃不贵 只要十文钱一个 路人见果子卖得太贵了 纷纷只看热闹不买 王叔见此便向路人推销起自己的果子 说吃了会有多么好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有几个路人抵不过王叔疯狂地推销 便痛心花了十文钱和王叔买了果子 不一会 王叔的五个果子就全部卖光了 王叔打听到乡下也有人种这种果子 且只需一文钱一个 只不过需要自己到地里去摘 为了省钱 王叔立马赶去乡下买果子 然后又按同样的方法把果子给卖出去 直到晚上 王叔才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吃饭 吃完饭就立马回屋睡觉了 王山见儿子第一次如此用心做一件事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 王叔又到乡下买果子去了 把果子拉回来后 又以同样的方式卖出去 晚上回家之时 王山问道 姝儿 你果子卖得怎么样了 挣到多少钱了 听到父亲的话 王叔一脸郁闷地说道 别提了 之前还很好卖 现在越来越难卖了 最后我降到了八文钱 才把果子全给卖出去 嗓子都给我吼干了 说着王叔看到饭桌上有着好几种颜色的菜 灵机一动 王叔仿佛想到了什么 立马开心地笑了起来 早上睡醒之后 王叔便到乡下收菜去了 因为乡下的菜会更加便宜一点 为了能早点挣够一百两银子 王叔只能吃下这份苦 王叔把买回来的菜全给切了 然后把各种颜色的菜搭配在一起 接着又分成了一份一份的 然后便开始吆喝起来 而路人看着好几种颜色搭配在一起的菜很漂亮 于是对于王叔给开的高价也只能忍痛接受 就这样 王叔每个几天就想出不一样的点子 然后卖不同的东西 而王叔原先用来储钱的袋子也慢慢多了起来 距离一百两的目标也越来越近 距离半个月的时间还剩最后一天 这天王叔卖豆腐 王生正挑着卖豆腐的担子走到桥上 不料却见一老婆婆突然摔了下来 且一直向桥下滚去 王生见此也顾不上身上的担子 直接把担子一放 立马就跑去扶起老婆婆 等确认老婆婆无恙后 王叔终于想起了自己的担子 可等他走来一看 担子早已滚到了桥下 豆腐也早已掉在地上弄脏了 无奈的王叔只好默默地清理干净豆腐脑后 重新挑起担子走去 第二天一早 王叔便来到了林铁匠家 而林秀莲似乎早就知道他要来 正坐在凳子上等候 王叔见到林秀莲后 低着头说道 不好意思林姑娘 我没能挣够一百两银子 所以我没有资格娶你 我今日来只是想对你说声谢谢 要不是你 我仍旧还是那个亡酷子弟 一辈子碌碌无为 我先走了 不打扰你了 王叔刚要转身离去之时 身后有一人叫道 小伙子留步 王叔好奇地转过身 才发现叫自己的人 正是昨日自己在桥上所搭救的老婆婆 此时正从屋里慢慢地走出来 而这时林秀莲也站起身 走到王叔的身边说道 这几天我都有在你身后 远远地看着你卖着各种东西 所以现在我不管你 正没挣够一百两银子 我现在都愿意嫁给你 你已经不再是之前的王叔了 而是一个刻苦勤劳善良的王叔 这样的王叔值得我托付终身 听到林秀莲的话 王叔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他不知道多久了 自己终于再次得到了别人的肯定 老婆婆看着王叔说道 小伙子 我是莲儿的外婆 感谢你昨日出手相救 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对我家莲儿 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了 就这样 林秀莲同意后 王山第二天又再次来到林铁匠家提亲 一个月后 在一个良辰吉日 王叔便和林秀莲成亲了 此后王叔一改之前的文库模样 开始慢慢接管王家的生意 遇到不懂的就去问父亲王山 而王山见儿子已经完全变好了 便把生意全部慢慢地都交给王叔去打理 而自己则开始安享晚年的生活 不久 林秀莲便为王叔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为王霸丹 王霸丹自小就很聪明 且热爱读书 见此 王山和王叔都高兴不已 纷纷觉得后继有人了 长大后的王霸丹也不负众望 每日都努力学习 通过层层考试 最后真的高中状元 光大了王家的门楣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